哎呀我说怎么真是疯了 每个人坠入爱情的时候都是疯子 那肯定是微笑带过吧 就是装作不知道了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诚意 在《沉香如蟹》当中饰演的角色是 亲历帝君 隐渊 隐渊呢是天界最年轻的帝君 一心只为守护天下苍生 而唐舟呢是隐渊下凡历劫的名字 她有点傲娇 毒舌的少年捉摇师 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嘛 所以性格也是不一样的 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隐渊她是比较克制的 而唐舟呢是比较洒脱的 至于如何表现呢 还是大家去剧里面发现吧 隐渊和唐舟对颜旦的感情 分别是什么样的 因为隐渊一开始对颜旦 肯定是稀才的嘛 稀才之情 后来在和她相处的过程当中 被颜旦的善良和纯真 所吸引了 对 所吸引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对颜旦的感情 也是隐忍比较克制的 那么唐舟呢 她是比较活泼和洒脱的 两个人的相处方式 就是那种欢喜冤家 打打闹闹 包括对颜旦的感情 是那种直接表达出来的 因为一开始自己拿到剧本的时候 读的时候 诶 我说怎么真是疯了 有点不太明白 包括再去读的时候 自己可能是这样的理解 后来在剧组和导演老师 还有编剧老师 我们一起讨论剧本的时候 唯独的时候 还包括大家主创嘛 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说 这一拨人说 诶 你这句真是疯了 肯定是说颜旦 包括这一拨人说呢 诶 你这个真是疯了 肯定说的是自己 那么我就说 诶 那这肯定是 每个人坠入爱情的时候 都是疯子 结果每个人恋爱的时候 谁有理智啊 我们去把这场戏拍完了之后 我们倒对这句话 还是真的希望听到观众朋友们 看到我们这个剧情的时候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和什么样的反馈 印象最深的一场气势 印象最深的 那就应该是新疆的陷魔大战 因为你身临其境去 到了那个魔鬼城 哇 那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我们穿着盔甲 在那个天上飞来飞去 吹着风沙 因为那个就是真实感 你无法去演的 所以那个是 我们大家都记忆最深刻的嘛 我觉得风沙很大 风景很美 美食很多 应该一两斤 但是我基本上 不会让我的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不会让自己 那个体重幅度很大 要不然就不接戏了 哎 不行 你再吃宵夜 双下巴就该出来了 就不能吃 除了你的角色外 最想尝试哪个角色 天地吧 因为读到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天地老师 有一场戏是 很不一样 我也蛮期待的 我觉得演起戏来 是蛮过瘾 这个我就不剧头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希望不要被删减了 时隔多年 再次与杨子合作 有什么感受 什么感受 和杨子老师嘛 就是认识很多年的 好朋友了 包括这一次再合作 那么我觉得 大家都成长了很多 在演起戏来的时候 也很有默契 那么通过这一部戏下来 也能在杨子老师身上 也能学到很多 包括这部戏拍完之后 自己在戏剧理念上 各个方面也成长了一些 或者就是说 我们聊下一场戏 怎么演的时候 突然你怎么设计的 或者怎么想的 就蛮有意思 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嘴尼的状况 或者怎么样 我大家觉得累了 给对方鼓鼓气 我们整个团体合作下来 是非常愉快 我们再来做个快问快答吧 你更像音渊还是唐舟 那肯定是唐舟 生活中如果认错了人 要怎么化解尴尬 那肯定是微笑带过吧 就是装作不知道了 喜欢欢喜冤架模式 还是相爱相杀模式 共同进步吧 喜欢你的白发造型 还是黑发造型 这个 得让观众你们去检验 最想盖着剧中的什么技能 想去哪就去哪 空间移动 每次休息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睡觉健身 在新疆吃的最多的食物是什么 各种肉 大盘鸡 烤包子 应渊和唐舟最常用的表情包 会是什么 应渊会说 懒得理你 唐舟会说 哼哼哼 应渊和唐舟的口头禅分别是什么 口头禅 过早 那么唐舟会说 想进葫芦里吗 对 最后来向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吧 《纯香如蟹》呢 是一部包含了所有工作人员的一部 很用心的一部戏 会很精彩 积极期待 哈喽优酷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里是优酷全娱乐明星陪你看 我是本场活动的主持人高兴 那最近在优酷宠爱剧场有一部戏叫做 《陈香如蟹》正在热播当中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我们这部戏的导演和主演 来欢迎二位 先跟我们优酷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香如蟹的导演郭虎 很开心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优酷的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毅 在《陈香如蟹》当中饰演的角色是 亲你应渊帝君和周瑶师唐周 欢迎欢迎再次欢迎两位 现在感觉欢迎两位都应该这样 再次欢迎两位 是有认真的追剧好不好 那最近有很多弹幕都说 看我们这个陈香如蟹得了相思病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相思病这个梗我有在网络看到它 然后我看到很多粉丝因为追剧追得上头 然后睡不着觉 然后呢也吃不下去饭 其实蛮心疼他们的 本来也想解一解他们的相思之苦 但是呢我也只能乖乖地等待加更 陈毅呢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剧的什么梗 就比较记忆犹新的 导演都说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其实还是就是工作人员 包括也是听过这个 就是他们也跟我说了 就是其实就是先播播的意思 大家都是很着急 就是希望快一点加更的意思 对吧 我跟你说这部剧我有认真的追 而且剧的弹幕我都有认真的看 就有很多陈毅的特写 大家都在说陈毅的眼睛太好看了 我告诉大家一个实话 本人更好看 没有 那陈毅就是觉得就是这部戏 这两个角色在诠释的时候 自己做功课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哪个角色 更符合生活中自己 就是拿捏起来比较容易 这个嘛 这个唐周可能活泼一点嘛 可能 比较像生活中的自己 就是像生活当中的自己一点 这个音乐他他太乖了 太听他的舅舅的话了 对就是不太像我 但是 其实诠释两个角色还挺难的 导演有没有给你在这个拍摄上 提供什么小的技巧啊 那会那会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就是之前其实包括导演 还有编剧老师 我们都会有一些剧本微读 那么我们作为演员 肯定会听一些导演的意见 和编剧老师的意见 他们心目中 对角色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 那么我们作为演员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最重要的还是 是全心去演绎 当然呢 导演他会把控就是所有 包括我记得就是说 如果你拍这场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拍戏是跳拍嘛 就比如说今天可能拍第三集 明天可能拍第二十集 所以导演是把控全部的 包括你演员可能正常戏 是不是演过了 或是不是你可能没出来 导演会给你一些提示 但我们的导演还是更多的是尊重演员 他会给演员在表演上 无限的一个空间 他非常就是说 哎 再来一下可能 再出来一点 或者这个正常戏可能小了一点 那你再放开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 非常好 导演呢 导演觉得就是诚意诠释这两个角色 他应该准确地说是三个角色吧 三个角色 我觉得这三个角色 他有相同的地方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应游呢 他是比较克制 比较隐忍 然后就是肩负的一个使命 唐忠呢 就是一个 比较意气风发的一个少年 然后正义凛然 就是相对应游来说 比较自由洒脱一些 当然悬业来说 这里那么多悬业 是 其实其实大家都说 你那个 就不要说全是三个角色 就同一个角色 都有很多那种网友调侃 说是打脸的那种反转 来我们上一下道具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被很多人用 这个表情包 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 你自己诠释一下吧 这两句台词 本君不会有那么一天 和就让我任性这一回 就是大家都觉得 我们有很多这种 有趣的互动 其实我们拍摄的周期 比我们播出每一集 就四十多分钟嘛 然后我们拍摄之前 有没有预测过 哪个情节会爆 或者是哪一个 会被大家结成表情包 这个还真没想到 这个光是人家拍戏了 没有想这么多 所以导演其实 在拍这部戏之前 刚刚听工作人员说 还有研究很多 跟礼仪相关的 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 天宫还是比较有秩序的 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请了 礼仪老师 帮我们把天宫啊 包括凡间 还有就是望川的一些 每一个就是 就是地界的 这个礼仪都区分开来 让他就是正式一点 在我们剧中 就是除了一些首饰啊 礼仪之外 真的很多弹幕 就说这种反插萌啊 然后被网友截出来 那种爆的那种梗 就比如说 那一幕就是 棺材送礼物的那个 大家都说官配嘛 官配 就是那一部戏是 剧本里面就有的 还是当时拍着拍着 然后想着加这样一个 特殊的礼物 剧本里面就有的 因为当时想到就是棺材 还有当时还有烧那个小纸人 因为他是有一个寓意 就是让这个应渊重生的意思 因为他当时的心态就是 就是因为很自责 所以他不想活了 然后延旦呢 就是要让应渊跟过去和解 能够就是涅槃重生 所以他就送了这么一个礼物 所以就是也蛮特别的 就是刚刚想落泪的时候 突然送一个棺材 又想哭又想笑的那种反插萌 就是诚意拿到这个角色 看到那个棺材 这个特殊礼物的时候 是第一感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更多的觉得就是说 可能对音乐来说 这是他最幸福 最美好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因为那也是他和延旦 在地牙当中 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因为他活了那么多年了 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这样的 正如刚刚老师给我看到这个 本军不会有那么一天 反差吗 对 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说 可能每个人 自己坠入爱河的过程当中 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我已经喜欢那个人了 但是其实就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其实应援是很幸福 很开心 很快乐的